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富有烟火气息的大唐长安 那么唐朝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本书 叫《世界性的帝国唐朝》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 东西长9700多米 南北宽8600多米 比这个后边呢 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呢 要大上1.4倍 那也是古代罗马城的7倍 整座长安城 那是规模宏伟结构对称 那是排列整齐 南北11条大街 东西14条大街 分成了整整齐齐的110房 东西又各有一个商业区 也称为东市西市 这里呢 商股云集 贸易繁荣 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有新域的数特人 有东营潜唐室 还有来自东罗马拜占庭的使节 长安 被誉为是世界的中心 就呈现出多元包容的国际气息 李白那句诗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赴来 还赴来 那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写照 因此呢 经常有人说 如果能够穿越 希望可以梦回唐朝 不过如果你仔细看了这本书 未必还会想去唐朝 唐朝是一个贵族统治的时代 权力呢 被世家大族垄断 在法律上啊 他有明确的等级制度 就把人呢分成了三六九等 贵族就享有特权 比如啊 高门帝的这个贵族阶省啊 他自动就能获得五品的关接啊 那贵族犯法呢 他可以交钱来免除刑罚 古装剧啊 经常说什么王子犯法 肃民同罪 可是像唐绿那样 把贵族的特权 给明目张胆 白纸黑字给他写出来 那属于特别罕见的 唐朝好像还有另外一个标签 就是开放啊 如果问历史上 哪一个王朝最开放 最自信 最多的回答呢 估计就是唐朝 大唐 像什么胡学武啊 水盆羊肉啊 那都是当时的外来文化 你看此前电影啊 姚猫传 还有这个长安市啊 都展示了长安 作为世界性都市的盛况 不过如果你要说唐朝开放 那当时啊 有两位名人 恐怕会有不同的意见 谁呀 建征和玄奘 建征东渡 玄奘取经 那现在来看的 那算是历史佳话 但是在当时呢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叫偷渡客 都不是合法出境的 唐朝的开放啊 那是欢迎外国人进来 但禁止本国人出去 在开国初年 那朝廷就推出了 各种优惠政策 归府大唐的外国商人 每人每年 只需要缴纳人口税十文钱 有的时候啊 甚至给你全免税 另外呢 朝廷最高学府国子建 一般呢 只招收文武三平以上的 官员子弟 但是对外国贵族子弟 那个大门呢 是敞开的 要吸引留学生啊 长安城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外国人呢 原因就在于唐朝啊 大方 周边国家来进贡 这个使节啊 朝廷给回去的赏赐呢 特别的慷慨 你比如啊 朝鲜 他给进贡人生啊 爆皮啊 咱朝廷呢 接纳之后 就会回过去赏赐给他 白银 丝绸 瓷剂 这些个奢侈品 价值啊 远远超过了 对方的贡品 各国使团 每次就带一些个商人随行 一次朝贡啊 他能获得 几十倍的 这个利润 按照唐朝的惯例 凡是来我长安的外国使城 一律呢 由唐朝政府供养 你像这个苏特人 人家是商业民族啊 善于发现商机 他们呢 就混到各国使团 到这个唐朝啊 来牟利 根据这个史书记载 滞留长安的外国共使 有四千多户啊 这些人呢 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商人 可是呢 却享受着外交使节的待遇啊 拿着唐朝发的工资 从某种意义上说 长安 他之所以能成为国际化的都市 就是因为朝廷 要营造一个四方来朝的 盛世景象 要撑面子 就像这个长安十二十城里 有一个角色啊 他说了 说大唐是表面盛世 实际啊 亏空非常厉害 所以啊 唐朝的开放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开放 真正的开放 那应该是双向的呀 把外国人吸引进来 也要允许咱出去 特别是商业贸易 但其实呢 唐朝从来就没有允许 老百姓出国 朝廷他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边关制度 对私自出关的人啊 要进行严惩 比如 唐律有规定 如果不是因公出差 你敢翻阅国境 判刑两年 如果你胆敢跟外国人做生意 最佳一等 如果跟外国人通婚 那就不得了 更狠了 直接流放两千里 当然了 在那个年代 普通人那确实 没什么出国旅游的需求 但商人有啊 跨国贸易回报惊人啊 那素特商人 连不惜万里来华 大唐朝廷 那为何不让本国商人 出去做生意赚钱呢 因为古代啊 他向来都是重农一商 唐代这商人的地位是特别低 唐玄宗时期 朝廷用法律条文 是明确给他划分了 市农工商 这么一个界限 商人呢 很低的 形同贱名 那户籍呢 都是世袭的 不能轻易更改 你看啊 贵族把持着朝政 商人呢 地位低下 那剩下的 那就只能当一个 安分守己的仲田小农 这样的唐朝 你还愿意穿越归序吗 所谓的大唐盛世啊 也许更多的 只是后人的想象 好 欢迎回来 刚刚说到唐朝的盛世开放 跟咱想象的呀 不太一样 当然了 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 到唐玄宗的开源盛世 这个时期的唐朝 在古代历史上 那真是一个难得的 强盛时期 唐朝历史的转折点 应该是安史之乱 鼎盛的唐朝 因为安禄山造反 就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本书 安史之乱 大唐盛衰记 中国古代王朝啊 那一般都是在某个王朝的中后期 才发生这个大的统乱 你比如 汉代 黄金之乱 清朝 太平天国 而这个安史之乱呢 它不一样 它呢 爆发在唐朝最鼎盛的时期 是开源盛世 在一个朝代最强盛的时候 它为什么也出现大的动乱呢 一般都认为啊 这是唐玄宗 变质了 以为天下太平了 万事无忧了 从历经图治啊 就变成了交涉盈役啊 特别是他呀 宠信杨贵妃 让那不学无数的杨国宗 出任宰相 你看后来 朱元璋就说呀 说安史之乱 就是因为玄宗 内惑于声色 外避于全奸 唐玄宗 对安史之乱 那当然是有责任 长安史啊 时程设定的故事背景 发生在天宝三载 这里边呢 有一个细节啊 值得这个注意啊 是天宝三载 而不是天宝三年 在这之前啊 都是说某某年某某年 什么开元五年 天宝二年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年 改为载呢 唐玄宗啊 说是为了效法这个姚顺啊 因为姚顺那个时候呢 用的是载不是年 于是呢 他就下了一个招书啊 从天宝三年起 改改为天宝三载 而且呢 因为改这么一个字 要打赦天下 只要不是死罪的 统统给他释放 你看 从这么个细节 从这个小的变化 咱就可以看出 唐玄宗啊 这个心态啊 变了 骄傲了 这一年 有一个叫 安禄山的胡将啊 升任 范阳节度史兼 平鲁节度史 成了朝廷 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 十多年后 就是这个家伙呀 他的叛乱 把玄宗的姚顺梦 给彻底打碎了 那么这场大的动乱 真正的原因 是由于 唐玄宗个人的 魂溃吗 未必 唐朝啊 他国土面积 有一千两百多万 平方公里 那是江土辽阔 武功盖世啊 随之而来的问题呢 就是疆域过大 边境打仗 你不可能在 请示朝廷之后 再决定啊 毕竟嘛 那对手 大多都是 游牧民族的 骑兵部队 要想占据主动 那就需要 有一个 快速反应的 边防军 对于古代皇帝而言 如何让这个将领啊 既能够打胜仗 又不会拥兵 威胁到朝廷 那都是一个难题啊 你看在 南北朝时期 有一个发明 叫 辅兵制 就上百个军府呢 分散在全国各地 这些当兵的人 平时是务农的 不用交税 自己呢 你养活自己 一旦发生战争 带上武器 去打仗 仗一打完 这辅兵呢 又各回各家 各找各吧 你像花木兰的故事呢 那就典型的辅兵制 所谓 昨夜建军铁 可汗大典兵 军书十二卷 卷卷有爷名 花木兰他爸爸 就是辅兵啊 边关有战士 那就要出征打仗 因为这个士兵呢 都是临时抽调的 所以兵和将之间 这个联系呢 就比较松散 这个制度啊 就能够有效地防止 将领啊 拥兵自重 看看说 实行辅兵制 得要有两个条件 一呢 你要有土地 有土地耕种 这个辅兵 才能够养家糊口 第二个条件呢 战争这个时间呢 不能长 如果长年在外被打仗 那家里的地 谁来种呢 可是到了 唐玄宗这个时期啊 这两个条件 都不具备了 因为开疆拓土 这个摊子啊 越来越大 边境呢 就缺乏足够的耕地 没办法 就地搞这个军府了 你总不能 每一次打仗 千里迢迢 去调兵吧 所以啊 到了唐玄宗这个时代啊 这个兵制呢 就改变了 从辅兵制 转为木兵制 所谓这个木兵制啊 就朝廷出钱 来征兵啊 按时呢 发军饷 军人 成了一个职业 这边境 有了常备军 不但要有人管你 还得要重做军饷啊 这就有了 节度史 在唐玄宗初期 这毫无疑问 是一个制度创新 效果明显 军队的战斗力呢 大大提高 唐玄宗啊 他任命了 九位这个节度史 一位精略史啊 总共的十位 来守卫这个边境 史称啊 天保十节度 这军队啊 加起来有五十万 可是这个中央军呢 还不到九万 那就形成了一个 内清 外重 这么一个格局 安禄山不得了 他身兼 泛阳 平鲁河东 三个节度史 掌管的范围 相当于现在这个 河北山东山西 那手下的兵啊 有十八万多 那人们就奇怪呀 唐玄宗 那为什么要给 安禄山这么大的权呢 你把安禄山 这个辖区 给他分割一下 多任命几个节度史 不就得了呀 他就没办法搞叛乱呢 唐玄宗 那为何要自己 给自己挖个坑呢 好继续回来 我们刚刚有说到 唐玄宗 为了维持巨大的这个 江域啊 从府兵制 改为木兵制 而且呢 给了节度史 巨大的权力 那他为什么 不限制着安禄山呢 正所谓 甘蔗 没有两头田啊 这唐玄宗啊 让安禄山大权在握 他的害处很明显 最后引发了安史之乱 那他当初这么做 有没有好处呢 我们就不妨 从唐朝人的视野 来看待这个问题 安史之乱 二十多年之后 唐朝第十位皇帝 就是唐德宗啊 跟吐蕃呢 签了一个条约 叫清水盟约 唐朝就承认 被吐蕃占领的州县 属于吐蕃领土 以此呢 来换取这个吐蕃呀 不再侵犯咱这个大唐 这个条约啊 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唐德宗呢 也因此被定在历史的 这个耻辱柱上啊 唐德宗时期啊 有一个宰相 叫陆志啊 他就给唐德宗上纵啊 说吐蕃这么一个小国 跟我大唐没办法比呀 我们为什么不打赢他呢 原因就在于 吐蕃的军事管理制度 更科学 将领带兵 有决策权 而我们呢 虽然有几十万大军 但没有一个总管的大将 兵不支将 将不师兵 一切都得听朝廷的 这怎么能打赢呢 你听明白了 陆志的建议没有 他意思就是 要把这个兵权啊 给集中了 不能分散 而且呢 要给前方将领更大的权啊 朝廷不要管他太严 不要拖后腿了 我们再来说回这个唐玄宗 人家一手打造了开元盛世 当然也想成为一个 建功立业的千古一帝啊 他要维护唐朝这个庞大的帝国 就必须呢 把军队布置在这个边境 而且呢 军权要集中 不能分散 其实啊 在这个唐玄宗时代啊 曾经有一个人 比那安禄山的圈呢 还更大 那就是谁呢 坐正西北的王忠寺啊 他一人呢 独揽河东河西 朔方拢右 这四政解渡史 唐朝的一大半的精兵 都在他手上 他的战果呢 也很丰硕 把吐蕃突厥 打了个遍 可惜啊 没多久啊 弊端就出来了 王忠寺不听话啊 那有一回 唐玄宗下令 让王忠寺啊 去攻打一个什么什么地方 王忠寺呢 作为前方将领 认为这个命令不太合理 他就拒不执行 那玄宗就不爽啊 但也没办法呀 没办法让另外一个 换一个去打 让王忠寺呢 从旁辅助 可王忠寺啊 有各种的不配合 这一下 皇上怒了 把王忠寺呢 召回朝廷 下狱 差点给他判死刑啊 对于这么一件事啊 因为后来发生了 安史之乱 那唐玄宗呢 成了昏庸的代名词 人们都强调是 王忠寺抗命啊 他抗命是正确的 是合理的 但要知道啊 放在古代 皇帝都只会不动大将 那还得了 相比于这个王忠寺的 安禄山呢 狡猾 他听话 为了讨好唐玄宗 胡人出生的安禄山 他就装了一副 未经开化的野蛮人的形象 比如给唐玄宗上书的时候呢 他这个文章啊 不像汉人官员 那么辞早华丽 气势磅礴 他呢 直截了当 就像一个世纪小民那样 诅咒发誓 我发誓 对大唐 这个绝对的忠诚 还比如 皇帝让他参拜太子 安禄山呢 居然装作 不知道太子是什么 唐玄宗就解释 太子呢 就是竹军 等我去世之后 皇位就要传给太子 安禄山呢 又做出一副 恍然大悟的样子 说我只知道陛下 不知道太子 我罪该万死啊 你看看 面对这么一个淳朴 憨厚的人 皇帝怎么可能起疑心呢 除了能拍马屁啊 这安禄山呢 为了讨好那个杨贵妃 那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那脸皮厚到家咯 安禄山比杨贵妃要大16岁啊 他居然呢 请求李隆基 要当杨贵妃的干儿子 反正 甭管唐玄宗 是装憨 还是真傻 他对安禄山 那是绝对的信任 给他的权利呢 那就越来越大了 当然了 他对安禄山 也不是没有防备啊 他玩的是帝王的兴诉 就让这个杰杜使之间呢 你们之间互相制衡 比如 另外有两个杰杜使啊 戈书汉的兵力呢 15万 安斯顺的呢 有6万多 那么三个人 其实都是胡将啊 战斗力呢 都很强 而且呢 关系不太好 矛盾重重 所以他们三啊 不可能联合 而且呢 任何一个人 都没有绝对的实力 可以干掉另外两个 唐玄宗想得好啊 自认为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安排 保险 可是没想到啊 最终还是完崩了 公元755年 不按常理出牌的安禄山 竟然就举兵造反了 在安禄山造反之前 唐玄宗呢 他是能够阻止安史之乱的 他不但可以分割安禄山的权 还可以分割其他杰杜使的权 但如果这么做呢 要付出一些代价 就是边军这个战斗力呢 可能会下降 可能要被外族骚扰 甚至呢 这个疆土啊 要缩回来 缩水 而他要维持大唐盛世这个局面 就必须要放权给杰杜使 必然就会内清万重 即便不是安禄山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节度史啊 安禄山 安史之乱 这样的危机呢 迟早是要爆发的 也正是因为吸取这么一个教训 到了后边 宋朝呢 就反过来了 把力量全集中在 宗书的禁军 就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不够了 因为安史之乱 唐朝从前期的开放啊 包容啊 慢慢呢 就到了后来 强调一下之变 慢慢就趋于保守 安史之乱 不仅是唐朝 有胜转衰的一个转折 更是古代王朝 有开放 转为保守的 一个转折呀 刚刚有说到 安史之乱的爆发 有它的偶然性 也有它的必然性 大多数人对这个 唐朝历史的认知呢 停留在安史之乱 好像安史之乱之后 唐朝就乏善可乘 只剩下这个藩镇割居 然后呢 就亡国了 其实啊 安史之乱以后 唐朝人家还维系了 一百五十多年 而六百一十八年 唐朝建立到 七五五年 安史之乱爆发 也只有一百三十七年 还没有后面 那段时间长呢 那么安史之乱后 唐朝为什么还能 续命一百五十多年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本书 《危机与重构》 作者是 李碧妍 首先呢 从这个社会心理来说呀 安史之乱的爆发 朝廷没什么大错 而且他处在一个盛世嘛 所谓一夕开源 全盛日 小异悠长万家史 破坏这个盛世局面的是谁呢 不是李唐王朝 而是安禄山 史思明 所以啊 安史之乱 并没有影响到 他李家唐朝的合法性 开源盛世 太美好了 所以动乱结束后呢 人们就希望啊 能够在李氏的领导下 又回到成经的回话 这是第一点 唐朝没有失去民心 另外啊 从朝廷和地方的实力对比看 以前史学界呢 普遍认为 唐朝的这个 藩正制度啊 以前仅限于边境 而安史之乱以后呢 藩正在全国普及了 这是助长了地方格局 就导致唐朝灭亡 但这本书不一样 他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说在安史之乱前 内清外重 是唐朝一问题 而安史之乱后 甭管是叛乱的东北节政啊 还是处理平叛的西北节政啊 实力啊 都大大削弱了 两大军事集团被打散了 朝廷和地方的冲突呢 不可能那么剧烈 虽然这个过程当中 朝廷本身这个权威 也受到了影响 但再也没有哪一个藩正 有力量来跟朝廷叫板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安史之乱 反倒让唐朝 消除了一个隐患 安史之乱的结束 也不是朝廷完全消灭了叛军 而是叛军呢 承认了朝廷啊 朝廷呢 默认了叛军的半独立状态 像安禄山起兵的地方啊 他的部下旧将呢 就形成了三个犯正啊 其中靠北的幽州 朝廷呢 就不太管 于是呢 他自己就承担起了 抵御北方异族的责任 朝廷反倒不用担心的边防的事 所以我们看到 安史之乱后 大唐帝国就形成了各种力量的博弈 朝廷与藩正之间 藩正与藩正之间 藩正内将领和将领之间 都存在博弹 都存在博弈 这唐朝啊就变成了一个网状的多个权力中心的结构 为了对抗藩正 朝廷就要开始拉拢底层的基层的精英 那贵族统治呢 就逐渐解体了 从下层精英选拔官员这样的科举制 到了中晚堂就大力推行 而底层精英 进入到国家上层权力 这 这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安史之乱之后的社会变革 就在无意当中 开创了宋朝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读书料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五晚上八点 老时间读书料理不见不散